大家好我是小乔 最近我们平台新推出了一个新的活动 叫蔬菜成长日记 正好呢最近我一直打算种点小菜 整个菜园啥的 作为土豪家的女儿 我们家的地自然是不缺的 大家看这一块全部都是我的 这块地的土还挺松软的 到时候应该不用费太多事 大家看这块地呢特别大 应该有两亩多 到时候我也用不了那么多 估计半亩就够了 到时候呢我打算在周边 全部多围上一圈榨栏 这样就不会跑进来吃菜了 在凯头这个地方呢 再多种一些花 到时候夏天花全部凯了很漂亮了 在里面的话就打算 那种一块一块一块的 这块种小葱那块种小蒜 是笼笼吧呢 还有什么栏杆呢 还有什么榨栏呢 我现在去找一个纸 找个笔 画个图纸 这样就能看出来效果了 哎呀 我现在来规划一下 画个图纸 到时候整一个正方形的应该差不多 大概这么大一个正方形的 在菜园的一边呢 围上榨栏 榨栏好丑 围上榨栏之后 我们在边上再种点小花 对吧 夏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花开就特别漂亮 我们这边种的比较多的是粉豆花 还有紫米花 这边种各种各样的小花花 菜围中间要留一道路 方便浇水大妈的 然后我们在地里面呢 就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 我们就画成一块一块的吧 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初步阶段 种什么还没有想好了 好了 大功告成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画的图纸 是不是太幼稚了 跟小孩子画的一样 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呢 是我们家 这边是我标的一个方向 这边呢 我们在侧面开了一个门 我们想象一下 到时候 这些小菜全部长好之后 我们呢 先从这个门进去 进去完之后 看到一圈栅栏 然后又看到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花 到时候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然后从这个小道呢 往里面去 对吧 我们一边跨着小篮子 一边剪各种各样的青菜 我们 我到时候想多种点辣椒 嗯 对 还种点大西瓜 不知道西瓜玩不玩 夏天吃西瓜太爽了 这边就像各种小花 因为这次呢 是我们平台的一个PK赛 蔬菜成长日记的PK赛 到时候要比赛的 看谁画的图纸好 看谁规划的好 看谁的小菜长得好 所以 前期布局也很重要的 好 我想到下午整块菜圆 大概就弄这么大一块 然后呢 这地方弄榨栏 然后种那些花 这边呢 再弄一大块 一大块种一种菜 看怎么样 行啊你想想弄 走弄 你得帮帮我 帮我想想种什么菜好 豆角米豆不 帮他说嘛 西红柿黄瓜嘞 西红柿黄瓜 一样一切都还占有点就够了 我想做种点嘛 那我再种点习惯啊 习惯现在种完不完 早种早吃 晚种完吃 那行 可能有点晚 可能有点晚 那我先备注一下 妈你就负责机油之刀 然后这些屎费呀 叫水呀 种呀 全部都交给我了 然后呢还负责吃就行 行吧 吃喝也吃不了 我那小子 吃不了应该变气嘛 小谷啊 大娘 阿大娘 四大娘 人都有谁啊 不去啊 那我就寄给粉丝朋友们去 寄给大家吃 上天 年不好 今儿不是冬天嘛 这个一天都不 我们种出来的好 知道吗 黄瓦西红柿 都是绿色健康 无共害的 然后想到时候呢 我们不放任何的化肥 也不打农药 到时候就使人家那个煮粪 行吧 行 给我点粪用用 天后全是粪 大干的还有油 寒的还有油 别的没有 分水多 就是这样 分水多 不用弄水 就浇草叶似的 对 浇草叶长得还快 嗯 嗯 看还有没有什么叫重的 嗯 嗯 嗯